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属鼠的男人在工作或者事业方面都很努力 总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满足家人的生活需求 想要给他们更好的生活质量 有时候他们也会为了赚取更多的钱财而放低姿态 也许属鼠男在外人眼里是十分吝啬小气的 舍不得花钱 可是他们在家里却是难度的好老公 不管老婆有多么昂贵的需求都会尽量满足他 其实在他们的心里能够满足自己老婆和家人的需求 就是对他们获得成功的最大肯定 二 生肖兔 属兔人的性格温和 大方体贴 重视情意 注重交际 往往都可以得到不少人的欢迎和喜爱 日常生活中也乐于帮助别人 属兔的男人在外面把自己的钱财看得比较紧 不会随意乱花钱 因为大多数属兔男都是白手起家 对于赚钱时候的辛苦付出 以及其中的艰辛都是深有体会 所以平时他们很会精打细算 不过人家属兔男 无论在外面怎样吝啬小气 在自己老婆面前永远都是慷慨大风的 老婆要买的东西 他们从来都不会阻拦 哪怕自己省吃俭用 也要满足老婆的需求 哪个女孩要是嫁了属兔男 恐怕会偷着笑了 三 生肖龙 生肖龙在地之为尘土 防干雾土 乙木 癸水 鼠龙的人精力充沛 心胸宽广 一生的运势较好 而且又具有领袖才能 赚钱能力很强 鼠龙的男人在外面特别的威风 严谨 有时候也显得有些小气 不太舍得花钱 假如你想让他们请你吃大餐 那都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了 可是无论他们怎么在外面 这样吝啬 在自己老婆面前 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不但宠爱自己的老婆 而且对其十分的大方 不管老婆买什么东西 都是满口答应 没有一点的犹豫 在鼠龙男的心里 老婆是最重要的 自己辛苦赚钱 也就是为了老婆及家人的生活 能够更好 四 生肖猴 属猴的人热爱自由 不喜欢受约束 性格开朗大方 舍情而又自信 有很强的责任心 善于交集 人际关系比较好 属猴的男人很聪明 工作能力很强 再加上又有良好的人脉 一般在事业上 都小有成就 可是尽管他们赚的钱不少 在外面从来都不会乱花钱 有时甚至显得有些吝啬 小家子气 可是他们对自己的老婆 却是超级大方 不管老婆要买什么东西 都是大方出手 哪怕是一些昂贵的奢侈品 也是一样的 一点也不心疼钱 属猴男在工作中的努力 和拼搏动力 似乎都是来自老婆 所以获得的成功 自然要跟老婆一起分享 五 生肖牛 生肖牛小心谨慎 脚踏实地 做事情一直都是稳扎稳打 对于天降横财的事情 也从来想都不想 属牛的男人很有责任心 思想独立 又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 都是兢兢业业 老实本分的 他们也许不是什么大领导 或者大富豪 但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获得成功 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属牛男赚钱不是很容易 所以在钱财方面 可能就拔得比较严 可是他们在自己老婆面前 却十分的大方 只要是对方的要求 他们都会满足 也许属牛男不太浪漫 甚至有些木讷 也不会给老婆什么惊喜 可他们会用最实际的行动 来表达自己的爱意 以上这五个生肖的男人 非常舍得给老婆花钱 专业用情 但有些男人 天生就缺乏责任感 对自己的爱人家庭 不是特别的上心 每天早出晚归 表面上看 好像是为了这个家庭 再努力赚钱 可实际上 他们只是不想那么早回家 而且就算回家 跟家人说话的态度 也不太好 总是显得很不耐烦 这种男人 就喜欢在外面新鲜刺激 对于家里的老婆 早已厌倦 就比如下面这几个 生肖男人 就是这样 一 生肖马男 熟马的男人 性格开朗热情 为人豪爽仗义 自律性很强 一般自己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都想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可偏偏在感情方面 不太靠谱 他们天生就没有中常一说 对于女朋友或者老婆 大多也都是敷衍了事 很少便跟他谈心交流 并且付出真心 熟马的男人 向来喜欢新鲜刺激的东西 在感情方面更是如此 很容易在婚姻中犯错 是属于见一个 爱一个我的类型 可又不会真的为了谁 而停下脚步 他们无论跟哪个女生 在一起时间长了 慢慢的就都会有所厌倦 并且开始留意身边的异性 跟这种男人结婚 可真的要做好防范工作 二 生肖鸡男 暑鸡的男人 特别注重外表和颜值 平常花在自身装扮的时间 比女人还要多 找对象要先看对方 长得是否好看 再决定是否继续往下发展 他们见不得女人拉里拉他 如果结婚以后 老婆不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的话 可能老公就会变成前夫哥了 因为暑鸡的男人 本来就喜欢新鲜刺激 对外面的诱惑很难抗拒 会不动声色的犯错 做出对不起老婆的事情 暑鸡的男人感情丰富 内心细码很多 平日里一个人的时候 总是想东想西的 而且对漂亮的女人 又缺乏抵抗力 在婚姻生活中犯错也就再次难免 但是要说对外面的女人有真感情 可能也未必 属猴的男人聪明伶俐 思想活跃 想法很多 而且非常的自信 在女人面前也比较喜欢表现自己 喜欢耍点小聪明 来博得美人的好感 即便是自己已经结婚了 也依然会在外面 寻找新鲜刺激的感觉 遇到漂亮妹子 照样百般讨好 由于自己口才好 在老婆面前更是能说会道 就算自己犯了错 也能够自圆其说 属猴的男人很聪明 脑子转得快 在老婆面前表现得很殷勤 可实际上 不是特别注重对方的真实想法 凡事都是按照自己的思路来 自己的喜好 以及自己的真实感受 才是首位的 也许他们只是喜欢那种新鲜刺激的感觉 如果要他们为此而放弃自己的爱人和家庭 恐怕也不行 四 生肖猪男 属猪的男人性格沉稳 给人的感觉一般都比较的温暖 确实是难得一见的完美男人 不管是其本身解决问题的能力 还是那温和大度的性格都相当的出色 也就是因为这种特质往往可以吸引到不少的异性 他们本身就是喜欢新鲜刺激的感觉 表面上看着波澜不惊 不为谁而心动 可实际上 他们是典型的闷骚型 内心想法较多 再加上自身又有吸引异性的魅力 所以在婚姻生活中也就难免犯错 属猪男人责任感很强 对自己的老婆也很好 但对外面的诱惑也从不拒绝 不过即便是外面的花花草草再多 自己再喜欢 也不会因此而影响到自己的家庭 属虎的男人性格外向 热情豪爽 喜欢追求新鲜和刺激 很难为了谁而消停 在感情方面也是如此 浪漫多情 享受被人追捧的感觉 对于外面那些长得好看的女生 缺乏抵抗力 再加上自己本就喜欢新鲜感 只因自己娶回家的老婆 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光鲜亮丽的女子 属虎的男人还是比较有责任感的 对于家庭对老婆都会尽到自己应有的责任 尽管外面的诱惑很多 加上自己也喜欢新鲜刺激 可如果让他们为了外面的谁 而放弃自己的老婆和家庭 恐怕也很难 他们是理性和感性的综合体 可能会在外面去浪 但家庭始终还是放在第一尾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迷你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